当火爆啊 今天咱们也不用阿印了 咱们直接用个当年 就是说街机厅里边比较火爆的一人物 就这叫他鸟叔吧 鸟叔吧 一大和尚这个啊 就是主要这 主要这飞机就是一鸟 一鸟 正二八经一鸟 这个战国S和那战国之刃 一个横板 一个树板 其实这个游戏要比战国之刃 就那横板的出的稍微早一些 早了有三年 三年的四年 我忘了 反正一个早一个晚 相信大家说画面上 也能看出来这个早晚的这分别 而且我个人感觉吧 这个战国之 战国S和战国之刃有一定的联系 因为这里边的几个主角 你看就像里边那架 这个里边那架红飞机 那小姑娘 就是战国之刃里边那大男妹 就是我个人感觉 就像一个小时候 一个长大了 就这么一个概念 反正也中间隔着三年 不过是三年变化 也挺大了吧 是吧 好了这边咱已经到第一关BOSS 第一关BOSS 其实用白哥这个 一个序列就能把爪子搞定 然后 然后就是随意撸了 我这次难度没怎么感 还是四难的难度 默认难度 所以说应该打的比较快 打的BOSS都是夸夸就过去了 你看这里边看的这 怎么说呢 S里边看的这和尚 还是那么的年轻 浓眉小眼 大嘴片子 是吧 这就是传说中的那老娘风云游屯 就是这个概念 在这个游戏中 其实还分着 怎么说呢 还有分支剧情 也不能说是分支剧情吧 就是说每个职业 每个职业 每个人到最后打完一轮以后 他的过场动画都不同 和那 这战国系列一向都是如此 而且 这个里边多了一个 叫什么来着 就是说BOSS打不完以后 就是说规定时间打不完 BOSS跑了以后 还有跑了以后的一个结局 这个结局 非常的 怎么说呢 也是一个彩蛋嘛 属于一个彩蛋 这次咱们通关 就打个这样的结局 而且这个游戏里边有 最后BOSS有两个 有两个BOSS 一个是比较常见的 另一个 不一定能见着 不过这次幸亏给打出来了 幸亏给打出来了 打的那 那叫什么 长得像猫头鹰一样的一一东西 本来这个常规BOSS应该是那个 长得跟一个吸血鬼一样 长得一个大翅膀 那那哥们 好像是石像鬼吧 说的是石像鬼 但是这里边 是那东西 是个 这次咱们打的通关的是那个东西 那一会儿到那儿吧 一会儿到那儿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相信那石像鬼大家都见过 这次也是 很偶然的一个情况 把这哥们给 就遇到这哥们了 咱们就给 正好也给录上来了 这弄得有点 太偶然了 太偶然 因为我这次 吃了好几次 都是打出来 都是打到最后 打出来都是吸血鬼 然后 也不知道怎么着 就 突然那BOSS就变了样 就变了样 这个就有点说不清了 没闹明白 那中间到底是 怎么回事 是触发那个 那个BOSS 怎么回事 是触发这个BOSS 这完全是运气层分 完全是运气层分 好了 这边这就到这关BOSS了 这关BOSS 有点像一条鱼 但不是每点鱼 这一条机械鱼 不过他这 脑袋长裤裆里 这个设计 有点 有点弹腾 确实有点弹腾 不过打这BOSS 一般就是两颗雷就搞定 这是我记得 小时候用这 用这战机的时候 老板给我说的 这法直接扑上去 两颗雷 这BOSS就死了 我说这死不了 他说没事 让我给你调调难度 以前的改机板 还在调里边 来回拨几个按键 这个是这个难度 那个是那个难度 就一个分 就想像相当于 一个分线盒一样的东西 上面有几个按钮 就是调的难度 什么的 分数 就是这样调的 都是以前的单片机上 这样的设计 好 这前三关的随机关 这就过远 这第四关 这就完全贯穿了 这彩晶的 就是说这过关的 一个特色 一直都是这样 前几关都是随机的 要不这关 要不那关 要不那关 要不这关 一直都是这样 这个随机性 我就不说了 这是彩晶系列的 这飞机游戏的特色 特色 这战国 战国系列 也不例外 毕竟这也是 彩晶系列的 彩晶出品的 这几款飞机游戏里边的 经典 经典之一 经典之一 他下边 你把五角大龙嘛 这又就是风神 又是雷神 这边BOSS也是随机刷的 要不刷个风 要不刷个雷 这次我是真心没遇到那风 忘了他长啥样 这这弄了 就是说弄了三遍吧 都是碰见这雷神 我也是嘴了 难道这和选择战机 有关系 这个就闹不清了 他这个随机性 咱也不知道 这咋回事啊 是吧 这边的空中堡垒 第一关 咱们就过去 这属于 就像彩晶的 那个后边上了太空 不是彩晶啊 就像打击者 那个上了太空以后 那个感觉 中上火箭以后 那后边那几关 都是固定了 这就是进了这堡垒以后 这后边几关 也就是固定了 这关就开始 其实就开始 难度难度增加了 包括这子弹速度 就有所上升 这边咱们今天录 也就录一周末 主要就是回顾一下 就OK了 大家应该明白 这个意思 这关就都是这些人子 一会儿就该出来 那个好凶 人间凶器 那小家门 不过这次他没露脸 不像战国之战里边 还露个脸 还能看看这妹子 长啥样 这里边直接就看着盔甲就过来了 哎好 这几个boss就蹦出来了 这边是挨着干 这其实这 第一个形态 这应该把这boss理解为 他的第一个形态 就是四个人 还没合体 还没搞鸡 这样啊 把他理解为四个小楼 就那种超级兵一类的那感觉 好 就是这 就是这娘们 这个娘们应该大家印象深刻 战国自战里边 一遇到他还说个话 就那关也是把这几个boss来回撸了一遍的那关 最后是个阿修罗样子的那哥们 好吧 好 这这四个打完以后 然后boss要出现 一个大型的忍者 应该大家对这个这个boss印象深刻啊 因为 老早的时候总是卡在这一关啊 就在阶级上的时候 总是卡在这个boss 这boss 以前感觉特别的难啊 特别就是那两拨弹幕的时候啊呀 特别特别的难躲 特别的难躲 其实这边把雷放好了 都无所谓的 主要以前打没什么没什么概念 都是随意打的 都是及时骨的 没没这个 呃 这叫什么 没这个套路之说 没这个套路之说 所以说 呃 以前打的都是完全就是说 靠及时的发挥 即时的发挥 就这个意思 好的 这边的夹一柄 我记得 好像有传言说 这这三个战车按着顺序打 按一定的顺序打 会出来一些隐藏东西 但是 呃 我都试了一遍 甲乙饼 甲乙饼 乙饼甲 我都试了 都试了一遍 但是出来的东西都一样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只是个 那应该叫做 哎对 应该叫迷信 只是个迷信 好吧 我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多了这么多迷信 比如说那回头罗那 随下八关呢 什么的 上次不是有朋友说 这随下真有八关啊 我说的是原版的那回头罗啊 那是没随下八关的 大家说的这后来真随下八关 呃 刚开始的时候 一直说的是一个改版 这后来上次不是 呃 那奥仨长找到那 那那那那 那个说的是水下八关那个 但是不是一个平台 那都是后来出的 都是后来出的 所以说这不是原版那个 意思就是不是来小时候说的那个东西啊 好了 这边这就该 该打这关 这最终boss啊 其实这就可以理解为 这就是最后一关了 因为最后一关 他的场景没有改变 但中间有一个过程 但是用的都是一个场景 所以说大家就把这边和最后一关 理解为一关就ok了啊 这个和尚以前轻易 就是就是一般不容易见到他 一般不容易见到他 因为打到之前那忍者那边就差不多都死光光了啊 差不多都死光光了啊 好这边你看 这边有个过场 其实这个过场 你看 场景都一样 这个过场和上一关用的场景都一样 所以说大家可以把这关和上一关理解为这是一关啊 只不过这边这个场景就是来打最后的boss 最后一关boss一个啊 第一形态一个大机器啊 这边这是第一形态啊 先把两边的这个 这叫什么 这两边这俩机械的炮台给干了吧 然后站到正中央 打这boss就ok了啊 在这第一形态的打的子弹没有什么 除了两边炮台比较难 清了以后也就没啥难度了 然后这哥们一颗雷搞定啊 一颗雷搞定啊 好了 这就该去见最后boss了 最后boss两个形态啊 两个形态 刚才咱们打的这个应该算个喽喽啊 第一个形态 这是一个打机械体 然后里边一个核心 其实其实里边那个核心应该是个 一会儿到后边大家一看就是个封印罐子 这边是也是先把两边的那小炮台给干掉以后 然后直接输出boss 打到发黄 直接一颗雷 就差不多比你不要了 记住要打到发黄这颗雷的威力才能发挥到最大啊 然后这罐子就蹦出来了 也就是打完这罐子之后啊 这蹦出来的boss 蹦出来的最终boss有两个形态 一个就是那吸血鬼 红爽的那boss 一个就是这个啊 这次尼玛一打出来 哎呦 我尼玛打这哥们 这我也是很少见的啊 这是这是第二次见啊 第一次见 我记得还是看别人打的啊 看别人打的 看见我这 看见我一次这个 这边咱们就不干了啊 咱们就不干了 咱们这次要打逃逸结局吧 就让他自己嘚子吧 再打这哥们儿死了 已经发红了啊 啊 还有三个人 死三个人吧 死三个人 然后一会儿咱们就可以很快的game over 就不用等了是吧 啊 蹦 哎 来啊 蹦 然后啊 蹦 差不多了 他该跑了 这死完这三个人 估计他有 他也就该跑了啊 好的 他准备撤退了 走你 还剩一个人吧 好了好了 这样的话 其实一轮也就过完了啊 一轮也就过完了 这样大家可以看一下结局 就成这哥们儿了 原来这边蹦下来一个 像个look what happened to the world now that you let 这是什么 ginter 什么什么 就说的这哥们儿名字 不知道是什么 你准备咋弄啊 这哥们儿已经把世界 因为你犯了一个错误 把这哥们儿放出来 然后世界一片回来 这今晚哪是我的错误啊 他打不过也算我的错 是吧 好了 这就该二周末了 二周末咱们就不玩了啊 刚才这 我们儿童也有一个 那边